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靚靚頒獎的頻道。 之前我報名參加了HK SINGER CHANNEL 我門的歌王歌后挑戰賽2024梅艷芳歌曲組。 在2024年8月24日進行了初賽, 接著在9月1日進行了準決賽。 原本應該有8個參賽者,但其中有一位臨時缺席, 所以在7位參賽者當中我獲得雙貴軍。 我當然也很開心了,因為這個是靚靚頒獎人生第一次獲得歌唱比賽的獎助。 其實我覺得也要再次多謝《終年好聲音》這個節目, 因為這個節目令到很多人對唱歌增加熱度, 亦令到很多比賽將年齡放寬或公開組無限的年齡上限。 因為之前其他很多比賽都會有年齡上限, 可能35歲以上已經不能參加了。 現在已經很多有金曲組、有公開組, 真的會令到很多喜歡唱歌的人多了一些參賽的機會。 初賽和準決賽都是在《香港聲音》的辦公室舉行的。 這個賽制是有別於其他歌唱比賽的。 因為它現在是分20組, 有20組的歌聲, 你可以選擇那些歌聲的歌去唱。 譬如我參加了梅艷芳歌曲組, 當然我的參賽歌曲就是梅艷芳的歌。 每一組的報名費是300元, 而最多每一個人可以報10組。 報名後會收到一封電郵, 就告訴我們初賽是哪一天和幾點舉行。 初賽我的報道時間是下午2點45分, 而比賽時間是3點至4點。 入到香港聲音Channel的辦公室, 第一次見到李嘉琳和她的老公王文漢, Andy Sir。 他們都很親切, 令到參賽者都沒那麼緊張。 每個參賽者講了自己的名字之後, 講完自己的參賽歌曲, 大約每人唱半首歌。 當我們那組全部的參賽者都唱完之後, 李嘉琳就計分, 而Andy Sir就給我們一些意見。 我覺得Andy Sir比較客氣, 即是說每個參賽者, 她一定找到些地方去讚的。 那我也覺得OK的。 即是說也不用那麼hush, 即是說都給一些鼓勵性的說話, 給每位參賽者都是一件好事。 而李嘉琳就說她是梅艷芳、梅姐的粉絲。 所以我們這一組有六個人唱梅姐的歌。 李嘉琳都很專心地聽我們唱。 而在初賽的時候, 他們會頒一個叫做結出表現獎, 給一些她認為是有結出表現的參賽者。 那所有六位唱梅艷芳的參賽者, 都可以拿到這個結出表現獎, 所以我們很開心。 在九月一夜的準決賽, 賽制都差不多, 只是每一位參賽者是要唱完全首歌。 當我們全組都唱完之後, 李嘉琳除了計分之外, 亦都給了一些評語。 所以, 稍後大家就會聽到李嘉琳給我的評語。 我錄下了在準決賽我唱歌的片段, 都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當然知道, 我仍有很多不足之處, 我會努力改進的。 大家給我一點時間吧。 在準決賽勝出的冠軍, 但有二十組, 即是二十組的冠軍, 就可以在九月十一日, 去尚雲文魚中心, 去爭奪歌王歌后。 加油。 打擾吉 beta2. 加油。 加油。 跟歌王歌聲很靚香與起色。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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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盡。 加油。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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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